各位師兄 晚安 也可以說清晨凌晨好 阿肥今晚扮了鄭忠基 晴天陰天雨天 你罪何地代表我心意 今期了 阿肥亨天首歌 代表阿肥在Hyper 今晚基本上是清晨時份 凌晨不是清晨 凌晨時份 阿肥喝啤酒 吃薯片 量度兩場馬 就是第八場第九場 量度他的原因 由於有位師兄留言給阿肥 阿肥亦不會是第四超 遲遲未覆師兄你的原因 是因為我量度馬仔 交換所有家事情之後 過了12點 夜深人靜 慢慢量度馬仔 越來越有機 今晚夜深人靜 阿肥非常有風格 回應各位師兄 在Youtube打字留言 直接錄影片 直接品評各位師兄的留言 以及阿肥對於你們提示的馬仔 我會不會買 還是會直接篩選不選 到了最後 這條影片最主要的 因為有位新師兄留言了 第一次我發覺 有人會主動追問我 接下來這兩場馬點看 我覺得亦非常想互動性多一點 所以這條影片是專門為各位師兄 留言的師兄拍給大家看的 好了 事不宜遲 這位師兄是哪位呢 直接說一說你 發覺各位師兄都比較喜歡看真廢 同樣 阿肥貼的馬仔也不會是水國的師兄 阿肥同樣有真廢賣 只不過我自己就是小賭移情 我喜歡買10元8元 你笑我窮就行 笑我少少賭移情就行 你當我不會買就行 最重要就是我自己跑得比較開心 我純粹想說馬仔多於想賭馬 認識可以知道 每一個賽日我平均來說 200元300元內就算了 大佬10場 平均來說每場都幾十元就算了 我一場吐下去的 贏贏輸輸輸 亦都好像 沒什麼人 一個賽日 過千元的 又費一半 所以小賭移情 我不說教少少了 最主要是我想跟各位師兄 說清楚就是 我貼馬同樣有買馬 而不是勾吹原來算了 這隻勁、這隻冷 就賣了算了 事不宜遲 不說那麼多廢話 昨天阿肥專攻1、2場 找籃馬 有師兄留言 讓大家看看 有什麼言 昨天夠早前 同樣 浪子師兄 看完報名表 我叫他希望 出賠了之後 貼兩、三場的馬仔 提供給阿肥 雙劍下逼一下 最後 最新的影片 等到浪子師兄 稍後再說 貼到什麼馬仔 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可以相信他 我發覺浪子師兄貼的馬 真的有關有據 所以 三、四場 我都費時自己跑 直接跟他買算了 稍後會直接 不過 看完明天最後賠率 因為我發覺他貼兩隻馬 我喜歡買位置為主 還是買過關 看完明天最終賠率 才確定 單單買一隻馬的位置 還是兩隻馬的位置 過關算了 明天出來賠率 值不值得買 因為費時 突然間跌了 2.0 或者1.9 沒必要買 買來沒意思 最主要 早前 39,000瀾門師兄 跟阿肥提供了 第2場的6號 有而自家一定要買 同樣 感謝有位新的觀眾 叫做 黃雲榮 師兄 他就問了阿肥 第8場的10號仔 第9場的10號仔 看看有沒有冷機 冷機 我真的因為你的字眼 我特地去刨了這隻馬匹 我直接點評 8、9場 這次特地拍一條影片 絕對絕對絕對大機會 都是因為你問了我這場 8、9場 的10號仔 你怎麼看 9場chips 屬性今天的賽日 直接中路TV 提供9場chips 給大家 事不宜遲 同樣看到 Kim 師兄跟阿肥提供了 阿肥提供了 阿肥提供了 不知道他真正會下飛 他就說 轉兩轉就是 頭馬算數 我只買過一批 所以 各位師兄的留言 這次阿肥直接 來了 阿肥真是真飛賣 最重要是看影片 知道阿肥不騙大家 事不宜遲 直接說馬仔 這次 回顧 阿肥早前 貼了第1場 5班的2200名賽事 我阿肥拿了4號赤子紅心 拖了一隻冷一點 就是10號仔 行樂之光 和11號生生福運 買他的原因就是 覺得明天是輕綁 有優勢2200名賽事 所以 條飛就買了 4拖10 11 暫時看賠率 4拖10 也有19倍 4拖11也有5.9倍 阿肥拿了20元去買 看看這裏有沒有錢贏 到了第2場 5班的1000名賽事 阿肥覺得這一場 爆冷的機會特別大 熱門 靜下去 亦都發覺 好分月不好分 我博他冷一點 我自己認為的心態去買 由於1000名賽事 谷出來說 會來爆場次特別多 加上明天 天氣各方面 暫時都未知 所以 買些輕綁的冷一點點 也一定有優勢 所以 根據這個原因 我和其他 水迷 你當我水迷的其他成員 我叫他和我一起買了一個 四連環的 7隻馬串 的算數 39000 師兄說 6號仔的友誼之街 必須要選擇 我同樣也尊重了你 我同樣也看回這隻 6號仔的友誼之街 看勻了 我發現偉大這隻馬 之前 4月份 完全醜促過多月 才跑 去到8.0的暫時 這個賠率 最主要是因為 他醜了太久 然後 黑衛森 亦是試騎兩次成績 非常好 但是我 我找到他磨磨的 這隻馬 我覺得 Fake Go Year機會大 我自己認為 我不是挑機師兄理 但是我覺得 幾次試騎的情況下 在重發那幾次 都挺好的 得了一點 田野雞拆旗那幾次 或者其他人拆旗那幾次 都是 有1、2、3名的 我寧願 說真的一句 我寧願他不曝光 就是 陰一下陰一下 當你不知道 之前原來4分才跑過 那麼 黑衛森拆旗那兩次 都很明顯 在香港這邊 是試騎的 而不是 重發試騎的 我又發覺 另外這兩次試騎 亦都發覺 非常之好試 感覺很暢順很凌厲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已經暴光了 那6號的幼兒子吉 我不買的 我的低勢 不關你的事 但是我始終覺得 由於都是什麼重磅 前邊的 吉磚3 進了時 然後 創福威 這些熱門買的情況下 我最選擇幼兒子吉 因為我買了一個四連環 我覺得 有一點是挽救自己的 由於 這個賽日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 一 佛國五班的先進賽事 應該是爆冷的機會大 所以我都 跟各位中佬成員說 不如相信一下 買了一個 我們幾條人 就買了 七隻馬仔 四連環是護村的 175 五元記住 就是這條法在這裏 同樣阿斐廣道明 三號四號必須要做膽減了 這兩隻都算是相對容易一點的 反而 8號的創福威 我覺得 做四腳 算數 因為雜時最疑的是他 我要爆冷的情況下 我會選了 同樣九號的轉兩轉 Kim 師兄 我同樣 我真的有六飛買的 我不是真的純粹水狗 九號的轉兩轉 是由於輕磅 我覺得 非常好的 他拿的檔位是三檔 也不差 阿斐這次選擇的就是 內檔外檔為主 同樣 1號的黃龍地角 相對性來說 都是比較冷一點的推介 即是沒什麼即是 但由於我買的就是四連環 看哪一隻冷排已經很好分 另外 天暗驚天 由於第一次 給希斯馬房 找了戴文膏 這個就是 郭利是客串的新騎師 金國馬桂 所以也希望他積極 多一點 所以5號的天外驚天 亦都拿了 最後 11號的親愛的 何良馬房 配了潘明輝 同樣都是輕磅 暫時 我發現輕磅 有一定的優勢 所以如果明天真的有機會下雨 或是天氣濕濕 情況下 輕磅少少菊草 有一定的優勢 所以 最後 同樣 3號、4號、8號都要了情況下 減冷一點 1號、5號、9號、11號 減進去 7隻馬 胡川 四連環 看看明天 有沒有錢中 好 轉回畫風 回到中佬TV的頻道 三川一真飛 過關 浪子師兄 終於在11點 12點之前 留言給阿肥 刨完賠率之後 自己作出了一個有機會的出賽馬 第四場的4號 戰鬥英雄 第五場的10號 日就月章 這兩隻馬 到來點點 什麼事 浪子師兄和阿肥的雙擊合璧 由於阿肥最重要是穩陣贏錢 其他馬也不多 1200米 接入這隻 葉滿馬 3號的有心有刑 刨斷我提高一點 看回統計資料 3號有心有刑 二檔 二檔 同程 直接入匹率 是最高 40% 反而一檔 4號的戰鬥英雄 是30% 差一點 我相信最主要的我已經 40% 100% 同樣 有心有刑 同樣你看到下面 看看 觀頓測的情況下 直接 同程的騎士 檔位成績 超出了66% 這是非常之熱 同樣 人馬騎連 也看到 有50% 人馬合作 已經佔了半機會 加上 檔位的騎士 也是超過66% 六成多機會 然後 馬的檔位 是同程 1200米 也有四成機會 各方 如何称 都覺得 熱門得來 也非常穩穩 上邊 同程成績 消失40% 各方 超過四成機會 10倍以上 所以 熱選 我真的必須要選了他 所以三號的有心有刑 阿斐直接要浪智星的 戰鬥英雄 由於 選了小孩的戰鬥英雄 暫時的賠率 只有6點多 我怕到最後 不停有飛落的情況下 打到3.0 或是4倍左右 所以如果到4倍左右 我寧願直接 買三號的有心有刑 好像直接買獨贏 更加好分 看回明天最後最終賠率 最賣這隻 是三獨贏 還是三勢位置 Q為主 明天給大家看看 好 由於 浪子師兄 說明10號的日袖預章 是比較有心水的 由於阿斐宗程於第五場的 6號 是女應福星 和11號的獨角獸 他的賠率暫時是3.3 如果10號的日袖預章 都是買位置的情況下 我寧願我自己 暫時性 我就發覺 由於1650米開始 六七檔 真的特別好 入兵 機會大 這兩隻馬 我都買為之為主 所以我不會加10號的日袖預章 抱歉 浪子師兄 我純粹是撐的 撐回第四場 第四場的 戰鬥英雄為主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阿斐 夠早前 已經在 社群上鋪了票 各位師兄 記得了 中老TVYouTube Channel 有個叫社群 你可以點進來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平時 都留意到阿斐會把真輝放在社群 昨天 賠多了情況下 阿斐較早前 已經買了 三川一 混合過關 第五場 拿了6號 女應福星 和11號的獨角獸 買位置 然後第六場 就是四季省 拖回3號華麗 活力 和第八號的天火同仁 第一場同樣買位置Q 拿了12號的上校 拖回2號的 勇眼光 4號的木火同名 講完前面的一場次 阿斐最終第八第九場 是今晚才突然去跑 由於 王 雲 明 師兄 問阿斐第九場的十號仔 怎麼看 可能當時他問我 都是昨天的賽職 未出賽職情況下 當時黃雲明師兄說 十號仔的有財有勢 和第九場的十號仔 18獎 冷有否冷擊 但最後 好像是熱熱的 不是冷的 可能沒有陪伴的情況下 看資料 當時的10倍以上 覺得是半冷 阿斐看十號仔的有財有勢 118磅 雖然是輕磅有一定優勢 他排了二檔 也在千年內難有一定優勢 10號的有財有勢 是否真的有優勢 阿斐的 愚昧見解 發覺有財有勢 升班上來去到跑三班千年尾 機會不算特別大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機 為甚麼他看一看 雖然二檔又說是輕磅 為甚麼他看一看 由於他升 上一次在四班情況下 他在二檔情況下 成績 看到了 贏了鏡頭 但成績是1分10.5 大家看一看同樣 贏的情況下 潘頓刷騎 124磅 當時是 贏二檔 1分09.7 贏了1日4分1 你要記住 當時的對手全部都是四班 這次升班上來是三班 最新那次賀銘連刷騎 一心一磅 雖然這次 優勢是100磅 由於發覺他這次升班 最英俊的成績是近期 都是1分10為主 你看到就很酸 044 是在四五七那次 潘頓特期 潘頓和賀銘連 都有一定的 實力差距 我覺得 雖然這次同樣拿過二檔 唯一 衝突的就是二檔 各方面來說 涉內藍一定那麼好 升班上來就是三班 是不是真的會好呢 好像三班對四班來說 有一定的 其他馬匹的實力 導致了他未必在二檔有一定的優勢 所以有才有勢升班上來 我覺得 近期全部都是1分10為主 隨便拿一隻馬 就是我隨便拿一隻馬 按回那個成績 按回同情 你發現了都是1分09 隨便打上去那兩次 跑過第3名 第2名都是1分09左右 最新那次了 這隻賀州布 1分10.0 移競力更加不用看 1分09點 有主意了 1分09點多 合夥雄心也只剩1分09.8 這隻12下的奇藝先鋒 也是最差的那次了 12檔位 12檔位 波件士輕綁情況下 1分10.1 所以其實 有才有勢 升班上來跑三班 我覺得優勢 比較差 所以阿肥的漁無見解 他唯一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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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輕綁一點 所以有才有勢 我就不看好 所以我不要他 這一場 第9場的10號仔18獎 就肯定不是冷擊了 是熱門的必選馬 稍後我再說他 選他的原因 黃雲 明師兄 第9場的10號 我撐了他 所以今天第8場 建議不要有才有才有才 第8場的10號仔有才有才有才 我覺得不要去搏 第9場的18獎 也是第2支選馬的獨贏 很好分 所以最後第8、9場 阿肥這次是買個馬寶 有機會馬 直接標題是機會馬 我直接買個馬寶 最後 由於駐馬有限 阿肥不是特別有錢 駐馬有限的情況下 8、9場機會馬 我只會篩選剩下兩隻馬 好了 首先第8場的 三班千元賽事 我選了的就是3號的2競力 暫時是熱門馬 不要嚇我 我稍後給你一隻冷 3號的2競力 潘頓超聲馬 直接5.2情況下 這隻不能不選 看看 既往往職 5次出賽 只有一次跑第5 那次跑第5是甚麼時候 510填了1千米 那時是12檔位外檔 成績1分1 1分09.4 那次是入不了3級之內 那次輸了 全部都是在大二情況下 直接入了1、2、3名 第二件事 為何這次回合3號的2競力更加信心 凡是一般盾 不會每次幫你試騎 試騎的話 都是穿著馬 想摸清摸熟馬的皮細和各方面的節奏 這次5月12日亦試襲過 成績 大領放 三角的貌位 然後拉到法國看 3月16那次同樣試襲過 雖然最新那次12檔位不行 但577那次亦剩下了 當時的賠率是2.9 輸了頸位 輸給零泥和輸給零泥 成績1分09.8 其實1分09.8 那幾次已經是最差的成績 最漂亮的那幾次是1分09 回看 每一次潘頓都在彌智星馬房 亦都叫他試騎過 試騎完那幾次 成績非常入三級之內 至少跑過就二名 由於這一場我買的孖寶 三毛的移競力對比其他馬來講 由於五次有四次都進入三級之內 沒理由不選擇他 所以三毛的移競力 我博他這次 亦都可能去馬機會大 希望繼續頂成贏冠軍 由於 594那次 贏得非常利落 足足贏2個馬位 然後試騎那次 足足贏3個馬位 馬是否近期那麼厲害 無用置疑必須選擇的三毛的移競力 好了 加完二的情況下 我這隻船我真的喜歡選擇一點 6號和12號我開頭很喜歡 但是由於 跑技是三班千萬賽事 全部馬由四班升上三班 都有一定的實力 成績 都1分09點左右 大家差不多 6號的合火紅心 由於12檔位 我就不選擇他 12號的奇藝先鋒 都是由於 雖然是輕綁暫時 但進來了 最快的時間 都是1分10 左右 1分09點多未見過 所以12號的奇藝先鋒也不選擇他 跑開三班千萬賽事 加州一部我也是比較糾結 選擇他一定選擇 射號仔的有主意 最後我也是選擇一隻 就是 冷門必須選班德里拆騎 這個傳聞 最後我們同樣看 由於升上是三班 全網坡差不多成績 但是看一隻就是加渣布 也是試騎過 布格里多士的報紋 1分09點3最好的成績 最新那次跑到132磅情況下 5檔是做成績1分10 但是有主意 我發覺 如何秤都會秤這隻馬 近期好一點 首先秤的主要原因 千萬一檔內檔肯定非常好 包抄位自己跑自己的旋數 另外 賠率 由於近這幾次 這個馬桂 翻得來拆騎那次 131磅的情況下 6檔 已經14倍 為甚麼這隻馬 近幾次的賠率都會升到20-30倍呢 看看 真的抽籤問題 時不離我 看看有主意 近這幾次 無論是谷草前賽 抽籤不是特別好 谷草那兩次跑6檔 成績就是14倍和21倍 亦都是輸1個幾萬位 但時間同樣控制在1分09.9之內 那時是6檔 填速那幾次 由於跑9檔和12檔位 所以腳賠率升上去 全部都比較外檔 這次 看回中文 今個馬桂這隻馬匹 這次最有利的檔位 已經是一檔 在一檔有利檔位情況下 如果這隻馬真的不得情況下 為甚麼羅庫全 亦都是前一陣子才拿上重法去試馬 不停試馬 由於成績都沒有在情況下 最新贏的那次已經去到甚麼時候 要贏的那次是甚麼時候 已經去到去年4月20日 和3月23日 當時601和526的贏馬 那兩次是誰贏的 是班德里拆騎的 當時要的是輕綁 另外是內南為主贏 1分10點勢和1分09點8的成績 阿輝看看這隻馬 在上個馬桂 跑完之後 這個馬桂出賽不是特別多 去到最新的那次出賽已經是1月24日 這隻馬在1月份沒有跑之後 被孔流血之後 沒有跑過 但是在這次出賽之前 5月初才剛才回到香港 之前在上邊一直操練 透足精神情況下 我反而想直撥率 各方面如何撐得特別好 所以第8場 馬寶的頭關 阿輝選了3號 二競力 和4號的有主意 第9場的3班1650美賽事 我選了的比較是中檔 中檔的10號仔的18獎 忠誠於他 暫時是大熱的 117榜何摘堯 審習成的配搭如何呢 這馬桂近期最新的那次 5-7-4日谷草1600美賽事 1分39秒8 當時跑八檔 這次當日兩月快步速 贏了精彩生活和美麗攻略 足足贏得非常好看 看回這隻 沈特成的馬發 谷草1600那幾次 不是比報民是比潘頓 不是比潘頓是比何摘堯 三個谷草港比較強的騎士 看到了 在比報民那次 131榜 重榜情況 當日是4班 成績1分40.0 然後 422谷草1600美賽事 128榜一檔 潘頓刷期 當時是1分40.0 你發覺同樣 潘頓最新的那次 今年年頭 1月初 303谷草1600美賽事 127榜 當時 都是1分40.7 所以 看著 我由下方拉上去 1600美賽事 按回這個 同情你再看 今年年頭 成績1分40.7 然後1分40.0 1分40.1 1分39秒8 馬巴黎明正在進步 上次比何摘已經刷期過 還要5月12日 市集完 我覺得 特別是第六直博羅 這隻星班馬是近期越來越利益 所以 7檔 稍後再說一些原因 為何7檔 更加有利於10號者的18獎 其他馬匹 我隨便 讓大家看看 不到你不想一些東西 去到 3班1650賽事 1650賽事是甚麼檔位特別好呢 就是5、6檔 已經是頭一兩位 3號就是總理5檔 是否一定特別好呢 我先不說 先不說總理 我隨便拿一隻 灰了的馬 由農村訪 5檔情況下的局草590 成績1分40.0 足足比上一次 633那次12檔位 那時候雖然 8分40.1 但成績1分40.1 都是比他 5檔的角度比他好一點 看一隻二進同樣看不見到 都是內檔為主 入三甲 1、2、3 然後赤馬雄鋒 這隻馬沒有 不用替他 已經腐了 連連歡呼 沒有的 所以暫時不選 看一隻6號者 當然是米利滿滿 這隻馬之前 比開何制作騎的 見不見到 全部跑開 內檔情況下 2、3、4檔情況下 成績都可以在1分39秒6 在2、3檔內檔情況下 最新那次是3檔 只是1分40.1 何則堯最新那次 已經是1分40.1 所以 他轉其中哪隻 就是18獎 同樣 7號者是怪獸奇兵 同樣看不見到 看不見到 都是中內檔 7檔 1分39秒9 破了1分40秒 看到了 霍雲星刷騎的情況下 谷草千六米賽事 亦都在6檔情況下 控制是1分40.0 雅德藤王又如何呢 看不見到 5檔 1分39秒8 破了1分40 我才選的 聰明導彈同樣 2檔6檔 但已經1分40過了 所以不選 這隻半寶區同樣 沒有成績 所以不選 雙天至尊 沒有跑過 更加不緊 但這件事 說明的是什麼 是5檔有利 隨便隨便留下 其他碼有共通點 就是5檔 彈內 有2、3檔 都是好分一點 特別5檔出現的機會 是入壁機會大 加上這次的5檔 3檔1650米賽事 總理比王牌 姚本輝馬房 和梁家俊 灰德近期 非常好 兩次了 都已經先出賽 升升了 2檔情況下 131檔 梁家俊 成績 雖然跑開谷草千六米 和田徒千六米 成績是沒有 開第三名 但看不見到 跑5檔 不到你不信 5檔入壁機會大 另外加上一件事 就是賠率 轉在一起 這隻馬在近期 都沒有跑開 1650米賽事 情況下 曲草 1650米 對上 上年9月21日 馬桂初段情況下 當時 拍檔的梁家俊 是13倍 這隻馬當時已經看好 是1600米賽事 但 之後跑其他賽事 都是賠率 40倍 52倍 33倍 41倍 最新的事 這次直接 6.6倍 是金國馬桂最新低的賠率 所以 3號的總例 這次是市場看好這馬 由於賠率 發覺 特別大跌下去 是6.6 市場看好 據情況下 看完東西 神粗來講 近期 都是拿上重化 操練 肯定會比較 更加 各方面的因素 發覺 偏向了 3號的總理 所以 第9場的 3班 1650米賽事 阿斐選了 萬筆 就是了 孖寶 希望 有機會 保險線 熱門 是16的18獎 應該就可以了 不行的 保險線 選了 3號的總理 更加 所以 5加水5檔 看好一點 所以 第9場 阿斐選了 10號的18獎 以及3號的總理 暫時第8第9場 都選了兩隻熱門 是特別有信心的 買的包包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簡單 暫時看到最後 看看總理會不會繼續下飛 才決定怎樣買 暫時升 如果包包起來 都是3 4 以及 就是 30 希望 到時買到貓寶有錢收 好 全部賽事 今晚比較長氣 先喝一瓶啤酒 冷了 說完了 喜歡聽阿斐講話的 記得訂閱中國TV頻道 明晚 大家多贏 好 一輪咀說了所有場次 心水清的人已經知道阿斐是第3場沒有選擇 因為第5場同樣都是4班賊組賽事 同樣是賣法 也是選擇哪隻馬 各方面有優勢去選擇他 同樣的方法 用回第3場算數 所以第3場我不說了 最主要是回應郭北師兄 喜歡哪一場的 我講哪一場就算數 郭北師兄阿斐已經盡力了 希望 我的貼馬仔 我的評語 明天 我的真輝 有沒有幫助 如果真的有幫助 記得訂閱一下 發貼馬仔 晴天 陰天 雨天 理在河地 代表我心意 你